Hello 今天我做個 鹹魚仔蝦光蒸蟻瓜 蟻瓜怎樣才不會變色呢 就是加點醋和水 醋我就加了這隻醋 大約加了10滴 大約倒了10滴 這樣下去就不會變色 我現在先切蟻瓜 蟻瓜已經洗乾淨了 切了它的頭 頭那段全部切完 接著就切開它 這樣切開它 一塊塊這樣切開它 扔下去有這個浸了的有醋的水裡面 它就不會變色了 放在有醋的水裡面 全部都是這樣做 我先處理其它 現在我先處理蝦光 剁碎它 這裡大約有10條 切碎它 一起蒸會比較香 還有蝦光 蝦光 蝦光和鹹魚仔 都差不多浸了20分鐘水 20分鐘水 蝦光的水淨了 就不要倒了它 你可以留回來煮其他東西 也可以 鹹魚仔 鹹魚仔 就不需要切 在這邊 我們先準備其他東西 鹹魚仔和蝦光 醃一醃它 為什麼要醃呢 它浸了水 浸了水就淡口了 要加上少許鹽 就是少許鹽 就是剛才我加了 還有半茶匙的糖 還有一茶匙的豉油 加一茶匙的油 醃一醃 醃一醃 我們醃一醃 茄子一起做的時候 我再告訴大家 怎麼做 我們準備了一些蒜蓉 用來蒸茄子 這裡大約放2湯匙左右的油 拌拌 因為茄子本身都很吸油 你不放油它 它又不好吃 所以就要放些油 我們現在在這邊 蒸蟻瓜 蟻瓜和鹹魚仔 是要分開蒸的 分開蒸的 我把蒜蓉放進去 還有雞粉和胡椒粉 蒸15分鐘 蟻瓜就夠了 蒸好了 蟻瓜蒸好了 我們會再蒸鹹魚仔 現在準備蒸鹹魚仔和蝦乾 這裡大約蒸10分鐘 鹹魚仔和蝦乾都蒸好了 先拿出來 我們這裡要放些油 放些油 然後放些油和蔥 爆些油和蔥 放些蔥 湯蒜 爆些蔥油 要放些蔥油 然後到蟻瓜 鹹魚仔和蝦乾那邊 要醇油 這樣會好吃很多 現在我們先蘸油 把油蘸到蟻瓜那裏 因為蟻瓜吸很多油 給多少油它都吸的 這樣已經做好了 蟻瓜、鹽魚仔和蝦缸 簡單單已經做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就like 如果想看我其他片再出的時候 你就要讚好 分享給朋友觀看 多謝收看拜拜